模型准备的最后一步 我们设置一下求解器参数 以及计算的准备并执行计算 我们看一下我们对应的节点是server操作 首先第一步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每一个时间部的时间 这里呢我们用三度的一个时间 三度的一个时间 当然我们这里面呢 单位都是国际单位秒 我们需要做一个转换 怎么操作呢 在图子下面 咱们使用一个 那parameter 这里在parameter里面 我们都可以设计全新参数 好多的参数都可以在这设 然后都可以引用右键点eScare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名字 比如说叫rpm 先定一个7000转的一个速度啊 它的单位 这个旋转速度啊 它的单位把这个angular velocity 把它设成1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设置它的一下值啊 它的单位呢先改成rpm 做一个7000啊 7000rpm的一个旋转速度 那么呢我们再做一个dt啊 Scare 新建一个然后呢把它重新命名下名字啊 dt 这个呢可以把时间呢 改成1 然后呢它的定义呢就使用啊 咱们的rpm来定义啊 首先呢有一个三度啊 三度呢刚才说了啊 这个角度这个概念 我们这里面是不认的 如果想用的呢 需要使用尖括号啊 尖括号3啊 第一g 然后呢除以一个啊 然后呢引用刚才的rpm就可以了 嗯 这是它给咱们的适用出来的 计算出来的这个时间不长啊 大家可以验算一下 然后这个是正确的啊 好咱们定义完这个d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parameter了 在这里 啊引用方法呢 就是一个美元符号 写一个dt啊 这里就可以了 这就是呃 他们step的一个设置 啊下一个呢 我们呢来 啊设置一下其他的一些参数 啊首先第一个呢 the phase velocity 啊 phase sleep velocity的一个设置 啊 我们把这个呢 默认值呢是零啊 这个修改了啊 把它改成五 body for smooth iteration 原因在于呢 啊 phase sleep velocity 这个模型呢 不太容易收敛啊 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啊 体积力呢 然后往周围的网格上呢 进行一个平均化啊 比较容易收敛啊 啊 下面是这segurated flow的参数啊 velocity 先把它的松弛音子呢 就改为0.9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 啊 relexive factor 这个进行一个线性的一个变化啊 Liner的rump 然后Linerrump呢 把它点击这个节点呢 从第一步开始到400步结束 然后呢 初始的值呢 改成0.1 0.1慢慢的过渡到0.9 这个amg server的这个conference torrents啊 默认值是0.1 改成0.01 压力的松弛因子啊 默认0.2改成0.3 然后呢 它下面amg的这个server呢 convergence torrents呢 也改成0.01 同时呢 同时呢 把它的啊 cserver semester的呢 改成这个by conjugate gradient的方式 那mmg mmp模型的啊 single step的松弛因子 默认0.9改为1 啊 它下面amg 它的convergence呢 也改成0.01 啊 能量的啊 security的energy啊 把流体域的呃 松弛因子呢 默认0.9改成0.999啊 啊 把固体的松弛因子默认呢 是0.99 修改为1啊 修改为1之后呢 能够加速它的收敛啊 啊 同样的啊 那把流体域的这个ramp啊 也改成lannerramp啊 啊 lannerramp呢 也是成第一步到第400步结束 然后呢成立的1开始啊 嗯 amg的这个server呢 也修改为convergence的torrence 改成修改为0.01啊 tepure turbulence呢 修改为1 嗯 它下面amg呢 也修改为0.01 这个呢 默认的1就可以了 这个默认的1就可以了 啊 这样呢 我们的呃 server呢 就修改完成了 那stopping criteria 啊 内迭代步呢 我们就用5步啊 时间呢 物理时间呢 改成啊 比如说10秒 基本上就够了啊 最大呢 1000步呢 这个把它取消掉 当然呢 一般呢 我们在 我们是依据 啊 温度的一个稳定性啊 来作为我的 啊 收敛性的一个依据 是不是 稳定性 作为我的收敛性的一个依据 啊 我们呢 在这之前呢 先做一些监测啊 比如说呢 我们关心的啊 任何你关心的数据呢 我们都可以做监测啊 我们就做几个就行了啊 我们就监测啊 啊 几个固体的平均温度 还有最高温度就可以了啊 在report节点下 嗯 我先见平均温度啊 体平均 我们先做一个体平均 那volume average啊 这个呢就是 啊 temperature 啊 temperature 比如说是 转子吧 rotor 啊 啊 rotor的 嗯 铁心吧 啊 下面呢我们设置值啊 part呢就选择啊 这个 转子啊 铁心 然后呢这个函数呢 点下面呢 那个点啊 过滤一下temperature 把温度 然后呢 把它改成摄氏度啊 那就可以了啊 啊 同样的话呢咱们把它复制粘贴一下啊 啊 在它上面右键点击啊 copy啊 在母节点上report 右键点击啊 paste 啊咱们做四个啊 paste三次 嗯 啊第二个呢 转子的磁缸啊 magnets 啊我呢把这个part呢 重新 选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是定子的啊 先名一下名字 好认出来 stater 啊定子的铁心吧 嗯 把这个取消掉 选择这个part 啊因为咱们现在的part和region是一种对应关系啊 咱们在part呢选择就可以的啊 是允许的data 然后呢 线圈 可以的啊 把它做成一个监测 啊在同时选择它们几个啊 右键点击 然后呢 create monitor plot 啊形成一个plot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 啊我们再做它的最高温度啊 再检测一下它的最高温度 右键点击啊 做一个 啊有点下面maximum啊 最大值啊 最大值啊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啊 比如说max temperature 啊第一个啊 router core 最大值 然后呢 啊先选一下feed function 啊 函数 先选一下 哪个值 还是temperature 啊摄氏度 啊那 建设哪个part 啊 这个地方咱们不选它了 咱们复制粘贴 一会儿一个一个的选 啊 还是在他 右键点击啊 copy 在他的母接点上粘贴啊 还同样的 整贴三次啊 做四个啊 先把它重新灭一下名字 root like this 好这个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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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ings 好 再选他的part啊 一个一个的选 router core 把它都给选上啊 前面的代表是后面代表是面啊 咱们都把它选上 好 咱们呢也要把它做成一个监测 右键点击啊 选择 create model plot report single plot 啊第一个呢 是这个 啊 平均温度啊 mean temperature 第二个呢 max temperature 好 好 我们呢 也可以使用我们监测的数值呢 作为收敛性的一个依据啊 是在这个stopping criteria 在这个下面啊 比如说这个是时间是不是或者达到这个时间了啊 我们再做几个比如说他的最高温度啊 在一秒钟的范围之内呢 啊 在啊 别再一秒了 一秒太太多了啊 啊 在0.1秒的范围之内吧 啊 然后呢 他的温度值呢 啊 变化呢 最高温度的变化呢 小于一度好吧 这几个咱们刚才监测的 啊 操作方法呢 是在stopping criteria 然后呢 啊 new monitor criteria 啊 咱们先做最高温度的这几个一个一个的做啊 来做这个 然后呢 选择这个啊 最大只最小只啊 范围之内 这个是and啊 用and啊 他必须满足啊 嗯 啊 number of samples 然后咱们设置 这个里面呢 就是设置啊 首先呢 啊这个呢是一度啊 一度一k 然后呢 这个是采样的数量 咱们啊 让他在 啊 两圈吧 啊 两圈范围之内的一个采样 嗯 一圈吧 那一秒钟是三度 啊 一圈360度啊 120个叠带步 啊 120个采样时间啊 就可以了 嗯 这 这样呢就可以把它and啊 它是要满足的啊 然后呢 同样呢 也可以 把另外几个呢 也都可以这么来做啊 啊 然后呢 I think Prototic啊 这种方式 然后呢 一度 然后呢 120个采样数据 嗯 然后呢 也是and 嗯 同样呢 啊这个地方设的有问题啊 咱们呢 啊 用嗯 这个normalize啊 皈依化咱们不用它了啊 绝对止啊 绝对止 然后refresh something 啊取样的取样的这个是更新的啊 就是最近的120个叠带步啊 取样的时间都更新的 同样的这个也是 那么把取消掉啊 绝对的啊 温度差1k Refresh 同样的方法呢 把另外两个呢 嗯 这么来做啊 Refresh Normalize把它取消掉啊 120个 最后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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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Static And Refresh 120个采样的时间 嗯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啊 当然呢 呃 我们呢也可以 呃 输出一些图片嘛 也做一些除了做一些数据的监测之外呢 我们也做一些啊 温度长的啊 图片吧 啊 先做一个呃 固体温度的吧 那几个除了Hot的那些温度的啊 新建一个Scale 就是在TID上 新建一个Scale的一个试图 嗯 嗯 那么等待等待他来完成 嗯 嗯 好 呃 我们呢可以呃 加进来我们的这些固体的呃 选择 啊 这是流体固体 嗯 这个不是固体 那把固体的加进来就可以了 嗯 嗯 是不是要左肩托了他 别松手 到右侧 嗯 嗯 加在Scale1里面 嗯 我们呢 新建的这个叫Scale1 重新命名一下啊 右键点击Rename Temperature 嗯 啊 选择Scale的设置Scale展开它 可以通过这个快捷窗口啊 先换到这个快捷窗口Scale1下面 嗯 然后呢ScaleField下面选Temperature 嗯 温度值啊 当然我们这里面默认的单位是k 你可以把它改成摄氏度啊 嗯 这个色调 色调呢 我们选一个 啊 这个红蓝色调吧 Number of library 他们多设一下啊 11 11个 可以鼠标拖着它呢 拖动它的位置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啊 好 我们再做一些监测来监测一下油啊 做一些截面来监测一下油啊 做个切面来显示这个MMP模型的油的一个分布啊 通过一些切面啊 我们先把这些窗口呢 那块可以关掉 我们为了看清楚它呢 那我们啊 打开这个Messi 我来看清 切的位置 是不是对的啊 好 好 做一些切面啊 是在DRAWPOD下面啊 然后呢 新建一个啊 ZEK PLAN 啊 它的位置呢 应该是 啊 001 001啊 Z方向啊 Z方向 001 然后Z方向呢 应该是 啊 负0.0.012 2 这个位置啊 那你有一个DC 看一下 切的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甩油 甩油孔的位置 嗯 就切这个位置啊 很有孔 加甩油孔的这些位置啊 能够看清楚啊 好把它重新命一下名字 那 当然切过的这个也需要修改一下 切过的part啊 咱们只要需要切过MMP区域就可以了 不需要所有的 只需要切过MMP这两个区域就可以了 把它这个 前面重新命一下名字啊 Z等一个 负0.012 啊 同样的啊 我们 呃 在另一侧也做一个啊 拷贝粘贴的方式啊 右键点击 COPY 在它母节点上 右键点击 Paste啊 整贴一下 重新命一下名字 嗯 另一侧的位置的Z方向呢是0.142 嗯 把它的直呢 直接给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嗯 嗯 Z方向 0.0.142 就可以了 嗯 啊 这是切在这两个位置 好 我们再做一个 啊 啊 云图来显示它上面的油膜的一个分布啊 嗯 好 我们再做一个 啊 标料云图 又在它上面右键点击 另一个 size 嗯 嗯 嗯 重新命名一下 啊 Rename 啊 版成volume of of oil 油膜的啊 分布啊 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快捷方式 在当前激活的这个视图下 按Ctrl键 选择两个变 啊 鼠标左键把它拖进来 然后松手 然后加到Skiller1里面 嗯 然后呢 我们在快捷窗口里面呢 设置一下啊 啊 Skiller1下面的SkillerField 啊 这个volumeflex 嗯 哦 哦 显示一下它 然后呢 嗯 为了把它的这个颜色显示的好看 Colorbar里面 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Water的选项啊 这个啊 会显示的比较好看 啊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呢 Skiller3M家里面默认的啊 对于数据的采集啊 包括啊残叉 它默认的只能保留5000个啊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数值啊 在哪呢 是在Monitor下面 嗯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压力的产产 它默认呢 啊 都是5000个啊 我们可以改大一些 加三个零之间 500万 可以按着Shift键按摩 把所有的都给改一下啊 好的保存 那这样呢 我们的啊 电机的模型呢 都已经啊 设置好 设置成功了 我们呢 就可以来启动计算了 启动计算呢 是点击工具上这个RUN按钮啊 RUN按钮就可以了 那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比较长啊 我们等待计算完成啊 进行一些常规的啊 后处理你所关心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们使用SIM Center SPA-SIM加进行电机油冷仿针的工作流程 我们使用MF模型加MMPLSI模型 进行油冷电机的仿针 能够大大减少我们的计算时间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和观看 谢谢 集团